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一台MacBook Air的,11寸的电脑,开机看一下什么问题 开机没有反应,接上一个电流表看一下 灯,立灯也不亮,电流也不充电 电流也没反应,A14613年的,打开后壳 电池先断开 然后把主板拆下来 看我们这个标,说明这个机器是有经过水 电源板也拆下来,这个IO小板 看一下这个主板有没有经水 主板这边这个经水标已经发红了 另外一个经水标,平线这里的也发红了 再看一下这边,这边也是经过水的痕迹,已经发霉了 我们来看看主板反面 反面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到,主板是有之前有修过,有精水 这个主板的板号,820-3435-B 主板的配置呢,1.4G,4G的内存 主板是有经水的 来查找这个立东线路的电压 打开图纸跟点位 我们立东不亮,要查这个SMC的功能条件 首先SMC要有供电 供电有的话,它才能控制这个立东线路 控制电源 主板上第一个产生的电压 PP 3VSI G3H 这个电压就是1C的SMC的一个供电 来找到它的输出电压 这个芯片U5000 这个U5000 就是SMC 它通过这个角,通过有一个 这个 立东,1Ware总线这个电压 这个角,来控制这个立东 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 SMC的供电要正常 供电是在这边 左边是信号,右边是供电 所以呢,我们要查这个SMC的供电 PP3VSIG3H,就是这个供电 供电它通过一个电感 供给这个SMC的VDDA角 还有它的一个VBAT角 还有VDD角 都是它这个同一个供电 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个供电 它的产生的位置 测一下这个供电有没有 看这个供电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 好,来到这边 来到这里 这是输出这个供电的地方 就是U,U,U,U7090 U7090,通过这个电感 L7095 产生3V,PV3V4IG3H 这个电压 这个电压 这个电压也是主板上第一个产生的电压 我们来找到这个电感 L7095 测一下这个电压 测一下这个电压有没有 电感在这边上边 放电源 测量这个电感 万一秒电压测量 电压是没有电压,零浮 说明这个电感没有产生电压 然后呢,我们来回到这个线路头来看一下 这个电感 它要输出电压 必须要这个芯片 U7090 要第六角要有供电 VIN供电角要有供电 第八角 SHDN 是开启角 一定要有供电 也要有电压 第八角的电压 是通过D6角 通过这个零欧的电阻 来到了第八角 所以D6角的电压 跟D8角的电压是相同的 相同 首先我们来查一下 这个供电 D6角 它就连到了我们这个D7005 这个复合埃及 复合埃及管 所以我们来找这个D7005 测它的第三角 看有没有供电过来 测第三角 D7005 电压有17.45V 这个电压跟我们的电源的电压是一样的 说明的这个供电是有过来的 有过来17.45V 接下来我们再来测一下这个开启角 这个D8角 这个芯片的D8角 下面这个D8角来测量一下 D8角也有电压 D8 电压也是17.45V 说明这个芯片的供电 供电 跟它的开启 正常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第三角 它的自己升压角 第三角的话 我们测量是没有电压 正常的话 它首先要有 5V 然后呢升到 它自己升压要升到9V以上 才能把这个电压导通 所以这个电压它没有产生 首先我们来断开这个电源 来测一下这个推积阻值 对地组值 310欧 正常 CU7090 先更换这个U7090 首先 先把这个芯片 拆下来 从料板上 把这个珠万高 清洗一下 再次充电 利灯已经亮了 设量 电压3.42 正压 电压正常 我们来看一下电流反复的重启 电流从0.025 带极电流0.025到0.068 然后反复重启 这种两种情况 一种是电压没有起来 供电电压 没有起来掉电 反复重启 另外一种是这个信号 BOSS通信 跟南桥 或者跟SMC通信 出问题 之前我们有看到主板反面 之前有断线修过 这边是有 有冬过 这边有进过水 所以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进水的痕迹 看这里有已经 这边已经掉皮了 可以根据这个进水的痕迹来维修 可以不用走这么多弯路 好 我们来找到这边 这边 把这个刀片 用刀片把这个进水的地方 我们刮一下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有没有断线的 这边有电阻到这边 时间我们来等下来测量一下 首先来看这几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看这边第一个 电阻是R611i8 然后接着是R611i6 还有一个 611i5 跟612i 这四个电阻 我们来分别来看一下做什么用的 611i8 R611i8 是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呢 我们可以先不用管 这边是连接到一个 一个接口 连到这个接口 LPC 加SPI 可以 这个信号 618 618i 我们先不用管 来看一下下一个 6126 6126也是这边的 再看下一个6125 6125也是这边 还有一个612i 612i呢 我们来看一下612i在哪里 612i呢 这个信号就关键栏 最后一个电阻 612i这个电阻呢 涉及到 CPU 就我们的CPU 跟这边 BOX 通信的 好 左边连到CPU 这个就是我们的CPU U0500CPU 它的蓝桥 蓝桥模块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是连着到我们的BOX 连到这个 U6100 ROM 就是我们的BOX晶片 随手随手 晶片 ROM 晶片 所以这个电阻呢 如果损坏 会引起我们CPU 跟BOX通信中断 再往下面看 这个电阻 就是我们上面刚才看到这个 R612i 然后呢 接下来 还有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 也已经 已经腐蚀掉了 来看一下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呢 是R6120 R6120 也是一样R6120 这个电阻呢 也是 一边连接到我们的这个CPU 另外一边 连接到 我们的BOSS 这个是片选 CS是片选 片选 刚才我们这个呢 是一个 输入 输入 MOSI 是输入 就是信号 输计输入 然后呢 通过 这个是一个 U6100 一共就8个角 第5角是输计输入 第2角呢 输计输出 然后第8角是供电 第6角是始终 第1角是偏选 第3角呢 是写保护 第7角是一个复位 第4角是接地 一共这个芯片 BOSS 随手器就有8个角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电阻 电阻有没有损坏 就这个电阻 R6120 这个电阻 测量一下这个电阻 阻值 是43欧 43欧 43.5欧 好 这个电阻呢 阻值是正常的 再来测一下另外一个电阻 下面这个电阻 R6也是40 43欧的 测量 好 这个电阻呢 可以说已经 已经损坏掉了 因为你测量 它基本上是没有反应了 它已经两边已经断了 两边 好 我们首先可以把这个电阻先更换掉 再来测量这个阻值 好 现在是43欧正常的 电阻值 已经开始调变 0.6 0.7 0.6 0.7 我们能用那个示波器来看一遍 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 骗选 26120 6120 这个电阻 26120 这边两边通讯的数据 因为这个2Gi0 损坏 引起 CPU 跟我们的 BOS 中心通讯中断 导致电流 反 只有小电流 0.06 反复重启 我们来测量一下 这个电阻两端的这个波形 先用这个示波器来看着这个第一脚 单板 没有装电池的话 它是要重启两次的这个波形 电流要重启两次 第三次才是显示 这个跳两次三次 第三次就 已经显示了 这个是我们 CPU跟BOS 通信的这个波形 来看一下另外一边 到BOS这边的通信波形 重新来看一遍 另外一边 DI角 这个DI角 所有的这个苹果系列的单板 它都要重启两次 好 看第三次电流 第三次开机 这两次 它电流跳了三次之后呢 就显示了 这个就是它的波形的一个变化 来我们拿这个外配来 装装具 测量 机器开机显示 新系统测试 对 好 好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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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